主播上课了 主播上课了 外面的同学 吃饭老汉就上课 同学今天有没有穿拖鞋 我看一下 为什么没有穿拖鞋呢 没关系没关系 那个穿副鞋等一下被人家打药跑比较快 好OK 来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一些重点 下个礼拜还记得吗 我们就是说 社会学我们在研究一些看不见的社会规则 这些规则会影响我们怎么做 那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说 我跟角色要区分开来 那你们最近可能 这个礼拜有读到一个叫Status 叫身份地位 等一下我再解释 身份地位跟角色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最后一三点就是说 我们的行为几乎都是社会角色来决定的 还记得上礼拜举的例子是 那个囚犯的难题 对不对 囚犯难题 假如两个是妈妈跟小孩子的话 妈妈比较可能会招供 对不对 还是不招供 不招供 对不起讲错了 不招供 好但是假如两个是离婚的夫妻 或者是两个吵架的情侣的话 是不是情况就不一样了 好 所以即使都是人 但是呢 因为我们角色不一样 所以他做出来行为就会不一样 好 所以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人吗 就记得 Garvinkel 他就是所谓的一个研究方法 他的主要概念就是这个 主要概念就是这个 说我们的社会常规被破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行动者 试图去重建规范的行为 还记得上礼拜我举的例子 哪个例子 对对对 思考界的例子 对不对 思考界的例子 然后丢老师的例子 好 在那种情况之下 周遭的同学就会觉得很紧张 然后试着要重新建立起 这个原来在这个空间底下有的社会规范 那所以要去破坏他 我们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讲社会结构 社会体系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观点就是说 其实这可能是社会共谋 社会共谋的意思就是 我们大家都同意了 我们大家都接受了 我们大家都接受了 好吧 那就022K 你们同意吗 可能不同意 可是为什么你们 就会遵守呢 为什么就接受了这22K呢 好 只要在你破坏他的时候 你像说罢工 你才有办法去破坏这样子的 原来已经既有的规定 那所以呢 也就是我这里讲的 社会共谋 其实不是稳定不变的 所以像那个同学 他就站起来给我指条 那个思考卷 是不是在破坏了整个社会共谋 大家都 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么做的事情 一样的 当老板要给你22K 工人说不爽了 说物价膨胀每年超过20% 你给我加薪 这加薪1% 那怎么办 我不爽了 这个原来不爽的东西 去破坏他 就可以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虽然社会巨本已经写了 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嘛 你就是当劳工 你就乖乖去工作赚钱 老板就给你钱 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 老师就扮演老师角色 学生扮演学生角色 大家都讲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有不可能是谁 有啊 比如像老师今天假如 不是 不是 不是被穿衣服啊 假如今天老师 今天老师不上课了 就突然就放你鸽子 你会不会很不爽 真的吗 假如您放我鸽子 会不会很不爽 嗯 其实我还蛮高兴的 你可以少上一堂课 那不管如何 假如有人突出 脱线或即兴的改变剧本 甚至拒绝演出 那就可能会出现 一种 情况就是 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 所以今天中午 今天中午 是不是要玩这个游戏 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新的概念 叫做能动性的概念 好 这个字典 你把它记下来 好不好 这个把它记下来 什么叫能动性 能动性 跟我们社会学在讲的那个结构 是一组 是一组 对立的观念 对立的观念 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会讲结构 或说 社会关系 结构 或者是社会角色 似乎就是我们会乖乖的 就去遵守 会遵守 会遵守这个东西 好 比如像说 建造总统就是要对他有礼貌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碰到爸爸妈妈就要对他孝顺 那 老学校叫老师叫我们做作业 我们就乖乖叫作业 好 好像大家都 都是在这个角色 底下大家扮演很好 大家乖乖的去做了 可是实际上 不是那么简单 假如是那个样子的话 社会就不会变化 对不对 大家都乖乖去做 从小到大 大家老师 家长都告诉你们 你们就乖一点啊 你们考完试 考好了 你就可以去练好学校 练好学校 你会找工作 找好工作 你就可以 可以怎样 其实我不知道能够怎样 好 找到好工作能怎样不知道 那似乎大家都乖乖的遵守 这套游戏规则 那实际上 不是每个人都会去遵守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遵守 所以呢 我们不是单纯的行动傀儡 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些傀儡 被人家决定了我们要怎么做的 然后我们不会被这社会规范 完全控制 比如像我们社会规范 只能一夫一妻 对不对 但是劈腿恋爱的人是不是很多 是不是 然后呢 有小三的是不是也不少 然后你们又做 在社会规范不准吸毒 吸毒的人是不是很多 是啊 好 所以一样的 很多人 有些社会规范说要异性恋 不能同性恋 可是同志是不是也很多 也很多 那新工作 更不用讲了 很多人就是脱离了 大家觉得性是神圣的 这样子的概念 但实际上 我们每个人 都是有能力参与结构 并且跟他进行对话 比如说 你确实要我这么做 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这么做 我可能会照你这么做 但是我不一定会完全照你这么做 好 所以这个能动性的概念是比较偏价为 个人决定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个人要怎么去做一些事情 其实是跟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经验 自己所生活的经验 自己的道德价值 自己的价值 这些东西 奇奇相关的 而不是只有让社会去决定我们的结果 所以呢 社会学到底在学什么 社会学其实不是只有在简单的说 告诉我们很多限制 我们就是这样子 社会学是告诉我们两点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结构 社会结构 社会关系是什么 也就是上面这个 加在我们身上的限制是什么 所以同学你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学生 还有咧 还有什么 做学生以外还有吧 还有韦中 白 还有什么 儿子 好很好 然后我想想要记得神 婉林 红婉林在那里 来 姐姐好很好 你看她有扮演姐姐 姐姐对妹妹要怎么样 打她 你这哥哥才会打弟弟 我想 姐姐通常会比较同妹妹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儿子会不会孝顺爸爸妈妈 会 老师会不会尊敬学生 不会吧 好老师会认真对待学生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 加在我们身上的角色 让我们 好像就要这么去做 但是呢 除了这个外在的结构 限制我们之外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是有可能去俊心改变的 比如像假如我的 父亲对我性侵 我是不是还要孝顺他 是不是要 对啊 我们似乎孝顺在一个社会关系底下 我们要去遵守 但是呢 出现什么状况 我们就不一定要遵守 那很多我们都会从小学到他说 你去找工作 你就 你就在这工作 你自然会往上升迁 听起来就是上面这个 但是实际上有多少人可以往上升迁 很少 那怎么办 也就是像你讲的 我们可能去进行改变 让这个社会的货品很减少 所以学习社会学 不是只要简单的去骂人家而已 学习社会学很重要 就是看到客观的限制 以及找出可能的出入 找出可能的出入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 批判社会学在讲的 批判社会学在讲什么 就是我们会一直问说 这到底是谁写这样的剧本 这个社会剧本到底是谁写的 到底是谁写的 所以呢 来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跟你三个讨论 为什么哪里宿舍要分开 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哪里宿舍分开 是不是 同学是不是 好 那为什么要分开来讨论一下 来 谁是吗 你三个讨论一下 你三个讨论一下 我来的讨论一下 那你一直在讲的 谁还有一些讨论一下 这人们是没有人在讲的 这人在讲的 所以他一直在讲的 他在讲的 一面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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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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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前面 谢谢 对不对 男性 好 我们 都这样 我们 OK 一声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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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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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